张雨琪1986年8月8日出生于山东德州 本名张爽 中国内地新生代理演员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附属上海市戏剧学校 2008年因出演周星驰科幻电影长江七号 后相继参演多部电影 2012年参演电影白鹿园 18岁的张雨琪凭借外餐广告 被周星驰选中成为新女郎 22岁平星也的电影长江七号一炮而红 后来两人反目 可时过境迁 青年指导的美人鱼的主动邀约 张雨琪的瞬间应允 再联手的两人反而更加默契深情 33.9亿的票房神话也证明着 绝对是两位人生中很重要的决定 王全安一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毕竟六轮后的她娶了80后的张雨琪 而且张雨琪长得漂亮 可以说是娱乐圈的女神级别的人物 本以为两人会幸福下去 没想到婚后第四年王全安就出轨了 导致两人离婚 2016年张雨琪预乡 十七十天的富商袁八元闪婚 她也不断寂寞 去场了一个比她小28岁的女友 不过袁先生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人 前段时间就被爆出拖欠员工工资四百余万 其他黑料也是一大堆 像什么血历造假千万赌债等等 这位债人还点名让张雨琪还债 而且债权方已经下打了律师函 由此张雨琪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友说张雨琪和王毅一样 总是一人不输两度欲渣男 今年六月份张雨琪在微博宣布怀孕 张雨琪还是好好在美国养胎版 毕竟还不知道生完孩子 需不需要火速出工帮老公还债呢